据中国海军网报道 3月6日 我军东部战区大批战斗机从沿海机场起飞 进入东海空域进行远海实战演习 从公布的照片来看 包括大批苏30MKK歼10系列战斗机纷纷挂坛起飞 主要是中国海军航空兵下属的主力战机 此次的演习在海军整合调度下 飞向远海空域进行模拟空战演习 演练了从近距离作战到超视距空战的大量科目 限制了海军航空兵优异的作战能力 军事专家表示 中国海军航空兵是一支独立于空军的战术作战空中力量 其综合实力十分不足 拥有大约600架各种战机 其中包括歼10、苏30、歼11B等三代先进战机 尤其是东部战区配属的三代战机总数已经超过50架 组成了两个团的机动作战力量 除此之外 海军航空兵还包括大名鼎鼎的航母舰载机部队 目前装备的主要是歼15战斗机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中国先进战机大批飞往东海之时 美国海军刚刚在3月5日 在东海首次进行了F-35B隐形战斗机在黄蜂号两栖攻击舰上降落的行动 并宣称F-35B已经完全做好了战斗准备 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隐形战斗机在海上部署 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 此前据中国空军消息 中国空军歼20引擎战斗机已经配备作战部队 据吸手之歼20航空部队就部署在东部方向 在歼20的压阵之下 无论是空军还是海军航空兵都有着直面对手的雄厚底气 军事专家表示 局部完全统计 目前中国海军空军航空兵的三代机数量已经超过千架 此外还拥有世界顶尖的歼20引擎战斗机 随着歼20甚至歼31的不断服役量产 中国的空战能力也将大幅提升 能够更好的维护国家海空利益不受侵犯 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五十五秒钟 二十三秒钟 三十五秒钟 三十五秒钟 智商品 四十四秒钟 四十五秒钟 五十四秒钟 三十五秒钟 四十五秒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